30岁以后怎么让自己更有气质呢 今天呢是一期气质教程 我会从体态、表情管理、衣着、内涵这四个方面 把提升气质的方法去分享给大家 普通人也能变成气质美女 第一是体态 你看寒胸驼背真的是毫无气质可言的 分享一个我经常在坚持去做的动作 就是贴墙站 这个动作特别适合那种爱低头玩手机的朋友 每一天呢坚持做几分钟 一站完马上就会觉得说 哎这体态变好了 坚持做呢还不容易胖肚子 第二点表情管理 可以对着镜子去练习 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微笑的方法 拍摄呢不要肆无忌惮的笑 用嘴角发力向两边牵引 这下巴呢稍稍的向下延伸 就不会显得严小 脸又宽又胖 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呢 这嘴巴要微逼啊 面对微笑尽量不要测试 斜视或者是俯视这种类型 会给别人带来这种压迫感或者不愉快的感觉 第三要找到符合自己 年龄和长相的风格 但是找到自己的风格 真的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你可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还要注意啊 这个衣服的材质 真的特别影响衣服的垂坠感 像冬天的大衣 羊毛的就很立体 不容易起褶皱 就会显得高档一点 另外呢 同色系穿搭更显气质 可以参考莫兰迪色系 配饰的话呢 不要太抢眼 可以尝试 简单 但不太突兀的 自然体量就可以显得你的气质很棒 最后 内涵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慢一点 说话慢一点 除辨不惊 温文尔雅 思考慢一点 凡事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 从容不迫才能有驾驭感 有力量 如果你能做到这四点啊 平时多读书 久而久之也能做到 眉梢眼角 藏秀气 声音笑貌 带温柔 感谢观看